我们讲到 我们刚刚讲到 木剑连尊者去请问世尊说 那我可以为在地狱受苦的 或者是恶鬼道受苦的妈妈 我可以为她做什么事 我可不可以把她救出来 所以我们中国传说故事里面 有个木连救母 他是以木剑连尊者作为蓝本 然后去编出来的民间故事 但是佛陀跟他讲说 你不能救他 你没有能力 没有任何人可以 把你从某一个状态 只有你自己 那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那我妈妈现在正在受苦 她没有能力去反省 没有能力去忏悔 也没有能力去念经 因为她很痛苦 那怎么办呢 所以佛陀就说 好 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在印度 在原始国教的时候 每一年的夏天 就是印度的雨季 下雨下很大的雨季 那那段时间 僧团们 僧团的僧众们 不适合出门去脱波 因为雨下得很大 一方面雨下得很大 走路很困难 因为他们都是打赤脚 二方面是雨下得很大的时候呢 所有的虫子啊 乌公啊什么都会跑出来 在街上窜 那么所以有可能 不小心就会 踩死那些虫子 这是一种说法 所以在这段期间呢 他们就停止了 出门脱波的活动 那你不脱波 你要吃什么呢 因为没有厨房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在这个国 每一个国的大户长者 就是有钱的人呢 他们就会提供 他们的庭院 他们的院子花园 然后呢 会盖一个临时的 临时的这个棚子 当然这个临时的棚子 到后来可能就 真正就变成了 讲堂的金色了 那这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雨季的时间呢 所有的出家众 都是停留在这个院子里面 怎么样 静坐 反省 拜灿 努力读经书 就不再出门去脱波 那吃饭怎么办呢 那么这个国家的 这些有钱人 就会 然后这些王公贵族 就会来供养 然后就会送饭过来吃 好 那这一段期间结束 这段期间叫做 结下安居 结下安居 就夏天的时候 这一段期间叫 结下安居 所以这段期间呢 是一年当中 这个 这个 声文众 就是这些比丘们呢 他们是专心在 自我修行的一个 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因为他们就不用烦恼 要出去脱波的事 好 那这段期间呢 所有的信众 也不会打搅他们 也不会拜托说 哎你们来 你来给我们上航课啊 或者都没有 他们就是一个 放暑假的概念 好 那这个 结下安居 结结束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叫做 结下的一个 一个 一个日期 好 那那一天就是他们结束了这个进自己自修的自资啦 好 这个结下安居就是结下自资嘛 就是反省啊 然后看我这一年的功课做的怎么样啊 我明年我要定什么样的计划 那结下这一天呢 就等于是说 就 就 开关了嘛 对 通常这一天呢 通常这一天呢 这些比较有钱的这些贵族 就会把他们请去家里吃饭 这样的吗 但是在请去家里吃饭之前 或是吃完饭之后的那一天 他们会聚集在一起 进行一个研讨会 这时候世尊会开示 会讲 那每一个人都会出来发表他们的心得 这样的吗 好 所以他们在结下的时候会有这样子一个活动 所以世尊就跟这个木剑连讲说 那我们就来利用结下的这个 这一天呢 我们就让 我们就请所有的 所有的比丘呢 一起来我们送 送一段经 来回向给 在地狱受苦的祖先们 这样子懂吗 这就是一个鱼兰盆法会的开始 好 所以大家想一下 印度的夏天跟中国的夏天 基本上是差不多时间的 所以这个结下 结下安居跟结下的时间 也是又差不多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 所以刚刚好搭到我们农历的七月 这样的吗 刚刚好搭到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也是刚刚好 所以 所以会有一些朋友问我说 那到底鱼兰盆法会是 是这个民间信仰 道教的 因为 因为很多七月的活动啊 像什么放水灯啊 开轨门啊 那个 那个爬天梯啊 那个 抢锅啊 都好像是道教色彩很重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鱼兰盆法会是 是佛教 那佛教也跟人家凑什么热闹 这就是一个刚好 文化的结合 好 那当然来到中国之后 那孝道当然是 也是被很很重视的 本来中国人就很注重孝道 所以 所以这个概念呢 就很快的 很快的就被 被我们中国的文化给吸收了嘛 可是呢 这个皇帝 那个唐长皇帝想说 好了 那我们虽然是为我们的祖先 在做这场法会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像 像这个 他们道教一样 这个法会也同时普度众生 就是不是指 局限在我们自己 所以是愿亲平等 所以所以于他愿安门法会呢 就对象就再扩展成 所有所有的鬼门 好 所以就结合在一起 这样可以 好 所以 那那这个 那梁黄宝灿呢 那水陆法会呢 好 梁黄宝灿 水灿 什么灿 什么灿 大杯灿 请记住 灿回是我们 是为了参加的人 我们要洗涤我们的身心去做的 那基本上忏悔是 只有悔过跟法院 好 不会有 不会有带着这种 这种普度的的效果 不过 到了后 后期 因为既然要 既然要办一场 法会嘛 不管你是水灿 还是梁黄宝灿 好像很多道场的 的梁黄宝灿 他都同时会有什么 会有余切怨口 他会有幽冥界 这样懂吗 就是他会同时 也会招请 招请 这个冤魂 好 来一起 跟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忏悔的仪式 因为忏悔是可以消业障的 那我们可以念 我们看得懂文章 可是这些众生们 他看不懂 所以我们会同时邀请 同时邀请 然后怨亲平等 我们一开始讲 对不对 邀请我们的祖先 也邀请我们的冤亲在祖 说我们一起来进修 那进修的目的呢 是忏悔我们过去所造的业 那么希望将来不再犯 好 那今生所要接受的果报 我们也可以心平气和的接受 因为我们忏悔了 好 因为我们忏悔了 所以我们可以心平气和的接受 这样子懂吗 所以所有的忏悔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 不是你忏悔了 就得到赦免了 你就被原谅了 你就免罪了 不是 是因为我忏悔了 所以你不管怎么惩罚我 我都心平气和的接受 因为我懂得那是我该受的 我不会去拉扯 不会去拼命的去抗争 我就平静的接受 就像我之前很喜欢讲的那个 那个提破达多在地狱里面 他是在打坐的 好 那我们在读水灿的时候 也要常常的提醒我们自己 那除了水灿之外 所以今天礼拜五上完课之后 礼拜六了 开始有社交活动 不管跟家人跟朋友 跟你的长辈或者是晚辈 我们常常会犯一个错误 就是说 当我做错事情 第一个错误是 当我发现我做错事情 我清楚知道是我的错误 可是 如果我承担全部都是我的错 我会害怕我担不起 好 所以我们有一个自我保护机制 所以我们在 我们在想要道歉之前 我们先做一件非常非常非常 常常有的事情 就是去找对方有没有错 如果被我找到对方也有错 那我就放心了 所以你有错一半 我有错一半 好 所以你知道你如果做了这个动作 你的道歉 你的忏悔都不干净了 因为你没有真心在忏悔 你因为你花了一半的力气 在找对方有没有错 这样懂的意思 对方有没有错 跟你要不要忏悔 是两回事 好 你不要跟我讲说 老师那你这样讲 不是很委屈吗 那他真的有错 对 他真的有错 是他要忏悔 不是你去帮他忏悔 你要先忏你自己的 这是第一个 不要努力的去找别人的错 不要努力的去找别人的错 等一下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第二个 就是好了 我现在跟你说对不起了 我忏悔了是我错了 所以你就要原谅我 你看我这么勇敢 我都已经忏悔了 那你还不原谅我 这就是第二个错误 你忏悔了 你道歉了 别人可以不原谅你 可以的 对不对 因为他可以选择 他继续生气 好 我们不要讲说他是谁 我们在讲说 我们在拜忏的时候 一定要请记住 我忏再多次 不能够保证说 我从我忏完了 从忏仪的道场走出来 我拜完了良皇宝珊 出来之后 我就幸福美满人生 我等车都一定会 马上就等到 我买买热透都会中脚 没有这回事嘛 对不对 我忏悔完了以后 也许我的生命还是一样苦 我牙齿还是会痛 我肚子 我还是会胃食道逆流 那是我该受的 但是 我因为有忏悔 因为我懂得了忏悔的 真正的含义 所以当我胃食道逆流的时候 我不会多一层怨天尤人 我就会知道说 那就是年轻的时候 饮食没有注意好 那现在怎么办呢 既然医生有开药 我就安心吃药 那医生交代我不要喝咖啡 我就不要喝咖啡 不要吃甜的 不要吃甜的 就任命的 好好的去对待你所要受的罪 这个罪不一定是像我们讲说 法院判你罪 就是说我们要吃的苦 通通都是罪 通通都是罪 对不对 那差别在哪里 有忏悔跟没有忏悔 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于我们顺势的接受 跟我们不甘愿 不甘愿的 认为他不合理的状态 这是差别在这边 接下来我们要读第二卷的时候 你就会很清楚的看到 他一直不断的在告诉你这件事情 好了 那我们 我们还是一样跟 跟前面我们上课的态度一样 因为我们不求快 所以上一节课我们讲的东西 我们可能会有要花一点时间来重重叠 所以现在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经文 好 那我们的课本 那就请你看 翻开这个六十 不是 八十 八十六页 八十六页 我们就从这边开始重复 就是 应该其实是从八十五页的最后几个 就是 某等 无时以来 至于今日 掌养 烦恼 日深 日后 日姿日茂 这我们上次有念了 我再重新 带着大家再读一次 覆盖慧眼 令无所见 断除众善 不得相续 好 这是 这是开始颤了 好 就是说 我长久以来 我让烦恼越来越深 越来越厚 越来越茂密 所以就盖住了我的智慧的眼 让我看不到 看不到实相 对不对 所以就断除了所有善根 就善根都没有办法连去 就没有办法做下去 于是呢 就起了这些障碍 那上一次上完课的时候 我在我群组里面丢了一个问题 我想也许有的同学看到 也许有的同学 没有在我们群组里面看东西 我有提醒大家说 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告诉你说 这个烦恼障 会障 最主要障到的是什么 障到你学习正法的机会 障 障碍你 没有办法 从你的恶心所转换到善心所的机会 就是他不是说 你有这些烦恼障 所以你会变得比较穷苦 他是讲这些 洗藏不得见佛 不闻正法 不值甚深的烦恼 这是第一个 看到没有 他现在讲的就是说 因为我这些 长养的这些烦恼障 于是呢 挡住了我的眼睛 挡住我的眼睛的结果是 让我 让我没有机会 学习好的东西 甚至于 更可怜的是 我们也 藏住了我们 学习的能力 好 所以 我 我常常会讲说 其实我们要 我们要 经营我们的人生 有哪些事情 是 很必要的 当然健康的身体 很必要 好 那健康的身心 身体之外 那个心 心理的健康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有一件很重要 就是 你要有一个 不断 愿意学习的心 对这个世界的 新的东西 或者是 你不一定是新的 是你 你以前不知道的 你都愿意 清空你原来的成见呢 去认识他 好 你说老师学习 我要学那么多东西 我讲的不是说 你要去学技能 而是 你愿意 丢开你的成见 而去看看 这件事情 是怎么回事 好 而去看看 你这件事情 是怎么回事 譬如说 我们年轻的时候 好 我们就认为 只要有人身上 有刺青 好 一定是拍音啊 好 黑社会啦 混黑到 哎 完了完了 死定了 神有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好 如果我们都这样认为 那你今天走在街上 你会觉得很恐怖 现在街上的年轻人 有刺青的比例 非常非常高 大大小小的面积 对不对 这样懂我意思 好 那这时候 如果你保有一颗宽广的心 保有一个愿意去认识这个世界的一种学习的心 那么你就会试着去了解 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刺青的看法是什么 好 那你说老师 我还是一样不赞成刺青 可以啊 你还是认为刺青不好 好 我也这样认为 那我认为的理由是 因为我们的皮肤会皱掉 那个图案会变 会变皱 好 那不管 好 不管怎么样 但是我们原来认为 那个刺青就是黑道的这个 这个东西呢 我们是有机会去调整 我只是举这个例子 好 那所谓的正法 我们讲什么叫正法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有慈悲跟智慧 我们有慈悲跟智慧 在看待这个世界的瞬息变化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不一样的心情 跟着这个 这个是世界的脉动在走 那我们的身心健康 是可以去锻炼出来的 好 那第二个 起葬不见 过去未来一切善恶 夜行出离烦恼 也就是说 我这个障碍呢 这个烦恼障呢 让我看不到 过去未来因果 因果报应 我看不懂 我不愿意看 我只看到 现在眼前的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脱离 我现在眼前的那种 不管是 不管是我执法子 的那种 痛苦当中 我没有办法处理烦恼 好 那再来的障碍是 受人天尊贵是烦恼 好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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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机会受人天尊贵 没有机会被保佑 没有机会被保佑 葬生 无色 生 社界无色界 残等 福乐 这烦恼 我就没有机会去学 禅定 好 障碍我去 修行我自己 禅定到无色界的 的机会 好 再来什么障碍 障碍我没有办法 练出来那个自在神通 没有办法飞来飞去 好 请大家注意到 这个飞来飞去 不是为了飞好玩的 不是说 我想去墾丁大街 吃一个烤玉米 如果我有神通 我现在就从新北县 新北市飞到墾丁大街 我希望我有神通 不是为了这个 是为了遍至十方 诸佛净土 听闻佛法 看清楚 所以 我觉得我没有神通的 缺憾是什么 是我没有办法 有更多的机会 去听闻佛法 没有更多的机会 去拜访 各个净土 好 再来 什么样的障碍呢 好 学那个 安纳波纳 属席 这是修禅定的内容 好 我还是要再跟大家 再提醒一下 这个水灿 它是来自于 圆绝经的修正 仪轨里面的 忏悔的内容 所以它那个 整个圆绝经里面 所有的这些 修行的这个项目呢 都是针对 针对这个 申文仲在练习 就是等于他们练功 的一些内容 所以有些内容 我们会觉得说 哎呦 跟我们不太相关 它只是告诉你说 好 你这些烦恼 会障碍你将来 进修的可能性 我们就在大致上 这样讲 好 另外呢 就是不进因缘观 等住烦恼 就是你没有能力 去修这些 这些 四禅定啊 或者是什么 好 那 还会有什么呢 好 还会呢 障碍呢 这个 这些 什么 软顶忍 或者第一法 七方便 这些我们都不要去 计较它是什么内容 简单的说 就是说 你这些烦恼 会障碍你 进修 去入学的 就挡住了 你没有 你没有 你没有机会去学 好 还会障碍什么 这就跟我们 比较 比较清静一点 障碍 障碍学到什么 慈悲 喜舍 闻思修 等 这些机会 好 也障碍我们学 抠 平等 中道 解 三观 好 那 就是学习 这些佛法的练习 障碍 住道品 就是三十七 三十七住道品 好 这些 这些四念处啊 正情 正情跟 五根武力啊 如意足 这些 这些 这些机会 障碍我们学八正道 好 障碍我们学八正道 然后 四项 好 就 开示这个 事情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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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 所有 诸法 十项的 这个能力 好 就障碍住 我没有 我没有办法学到 这个 这个部分 好 那障碍七觉知 这都在三十七道品 里面的内容 好 那不四项 烦恼 八正道是四项 七觉知 是不四项 这两个相对应的 反正就是三十七道品 里面所有 修行的功课都 都被我们的烦恼 障碍住了 障碍住 八解脱 九空定的烦恼 障碍我们去学 十字 三种三昧 三明六通 四无爱 是说法 就是讲经的能力 好 那障碍学六度波罗蜜 那四等量星的烦恼 障碍学习四色法 广化大众的烦恼 障碍我们学大圣星 四红四愿的烦恼 障碍我们学实名 实行的烦恼 好 等一下我挑几样 几个东西跟大家 让大家浏览一下 这些名称是什么 但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名称一点都不重要 你不要去背它 你也不用这么脏 说这么多东西 我们就看一下 那些是什么内容 那如果你真的有兴趣 像譬如说像实名实行 那这些呢 在华严经有 那像这种 其他的部分 三明六通 我们都可以找到 很多的资料 但现在告诉你的 就是说 我们整体来看 这一篇 就是这个段落 他告诉我们是说 你知道真正烦恼 他障碍你什么 他障碍你 进修自己 修行 你没有机会 进一步的修行 你没办法提升 没办法提升 没办法进阶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 这个在三七道品的时候 我们有讲过 什么叫七菩提分 就是 帮助我们 能够修到菩提 菩提就是觉悟 能够修到菩提 就是成佛的这些 这几个 这几个要项 所以念则 敬喜 除定 舍 这七个 好念是什么呢 四念住 得到智慧 则呢 是选择正法 是圣定 那敬呢 是要精进 是正情 这都跟前面有关 对不对 好 喜呢 要法喜禅月 除要除烦恼 得清安 定要禅定 不昏尘 不散乱 好 那这个四如意足 就是讲的定 好 那舍要抛弃一切 外境所缘 这是七觉知 吃觉知就是说 觉知或是觉分 那分是什么呢 就是重要的部分 好 英文讲component 或者说part 就是说 那个元素 那个零件 能够组装成为一个机器的零件 好 有七个 你在修行的时候 需要这七个主要的零件 来组装成 你这个修行的人 好 那十字呢 这是对阿罗汉来讲 就是我们讲说 修自己的内容 有十种智慧 要慢慢修 第一个世俗字 就是世间的智慧 世间智慧就很多 包括什么 包括你会认路 你会煮饭 这些都是世间的智慧 你会跟人家相处 你会开车 你会懂得 你会看得懂 看得懂这个财务报表 这些都是世俗字 好 那这也是要的 因为你要 你要活在这个人世间 再来就是法治 法治就是在 在我们欲界所有 所有万象万物 你能够看得懂 那这个类字呢 是超过欲界 色界无色界的法治 所以这两个是一组 好 再来呢 就是苦极灭道 四圣地 你在修四圣地的时候 所长出来的智慧 然后再来是他心 我们只要看到他心 你要 你要很清楚知道 我们修 我们如果看到什么 他心通 他心智 不是说你要去窥探 别人在想什么 而是一个 同理别人的能力 好 同理别人的能力 好 那 再来就是静置无身子 这是更高境界 更高境界去修你自己 本身的那个 那个 那个人 或者说 你对事情的那个 用那个缘起 信空的那样子的力量 去观看 这是十种智慧 好 那这个三三妹 三个三妹 或者说三解脱门 这我们一定要讲 为什么 因为 你去到任何一个道场 他会告诉你说 这是我们的三门 三门 这个 到后来 三门 就是三门 他其实他原来不是 那个三门 因为 因为呢 这个我们 佛教到了中国之后 他都会在山林里面盖道场 他就不会在人间 因为他们并不需要出来出波 不需要出来脱波 所以他会远离人群 他远离人群 那通常在中国的话 像庙宇 像你看像那个什么 少林寺啊 峨梅寺 他们都在山里面 对不对 让一般人很难进去 就是这样他们可以 可以非常安静的修行 好 所以 那走到哪里的时候 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门 好 会有个路标 告诉你说你 这里进去就是这个寺院 所以呢 那个门就叫三门 好 这个进了 进了三门 就是你要去修解脱道 好 但是后来 因为他都在山里面 所以很多 小说啊 或者是 或者是电视剧 他就会讲说 这是三门 好 那也没关系啦 就是 反正就在山里面 有个门嘛 但是我们要知道 他讲这个三门 就是 就是我刚刚 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三解脱门 三解脱门 好 那三解脱门呢 就是说你进了 这个门之后 你就是要修解脱道 好 你你你进了这个门 你是来求这个 三 这个解脱门 就是 三妹 或者是三摩地 三摩地 或者是三妹 好 那 那三妹 或者三摩地 他的真正的翻译 就是镇定 或者镇受 就是说 非常非常 正确 我们讲 就是 就是 应该有的态度 这样 好 那他分成三 三个部分 一个就是空 一个是无相 一个是无作 那空 当然就是 你要关空 我们讲 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 空的概念 好 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空不是空无一物的空 也是 但他真正要强调的是什么 是一个万元和和的任何的元素 任何的现象和物质 他都是万元和和而生 所以他是不断在变动的 他现在这个样子 他等一下就会是别的样子 这叫做空 好 就是我们 他不可能永恒存在 好 这叫空 那 为什么要用空这个字呢 就是空的意思是 这如果里面都没有装东西 那么这个容器 要装任何的内容物 都是可能的 简单的说 就是有无限的可能性 没有一件事情 它是不可能存在的 它都可能变成这样 这样懂我的意思 我常常会分享我自己的经验 那不是我这么喜欢讲我自己的故事 而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是最精准的 所以我比较能够清楚表达 我有结婚 我1985年结婚到今年满37年 那我没有小孩 可是我在刚结婚的那几年 我非常渴望有小孩 可是那个时候的不孕症的治疗 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发达 然后呢 那我的另外一半是认为说 一切顺其自来 强求不得 那那时候我就很痛苦 我觉得我孤军奋战 我觉得我就是要一个小孩 为什么 为什么他不 他不支持我 为什么他不支持我 那谁要支持我呢 对不对 好 那但是因为我的身体有一些状况 所以经过了 经过了诊疗 经过了 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评估之后 那医生跟我讲说 你要生小孩非常非常困难 好 那又没有人支持我 好 好 那势必我 我就要面对我没有小孩 这件事情 那是极度的 极度的痛苦 那就是 到有一天我突然 突然有一个声音问我说 哎 come on 朱玲玲 你为什么 一定要有一个小孩 好 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从我的脑海里面 问我自己 那那个我自己的那个答案呢 是毫不考虑的 就 就有一个答案 大家都有小孩 为什么我没有小孩 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 那个痛苦来自于什么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 有小孩和没有小孩 我的生命会有快乐 还是不快乐 我完全不知道 那个26岁的我 完全对未来不知道 可是我当我自己听到 那个回答 是这么斩钉截铁的 说 每一个女 我每一个 每一个女人都会有一个小孩 为什么我没有的时候 我突然之间 我觉得那是 那不叫顿悟 那是我被我自己吓了一跳 你如果 按照这个逻辑 继续活下去的时候 你的人生会有多痛苦 因为有太多东西 别人有 你不可能有的 这样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 我的 我的生命中 我第一次 真正听到 我自己内心的声音 是说 别人有 为什么我没有 的时候 我的恐慌 超过了 超过了 我担心 我如果没有小孩 我老公会去找 别的女人生小孩 这样子的恐惧 我在想说 哇 如果我 如果我 照着我刚刚那句话的逻辑 继续活下去的话 我会活在一个 看不到阳光的世界 永远都在跟别人比 他有我没有 好 那那一次我真正的看到了 原来我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的时候 我要努力的去告诉我自己说 这个人生 就是会有 别人有 我没有的事情 有太多别人会 我不会的事情 我只要努力的过好我 我尽我的能力 做好我可以做的事情 那我就对得起 天地父母 那这个没有小孩这件事情 就迎刃而接 那我只是用我自己最切身的一个 一个惊吓来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在 在我47岁 那48岁了 在遇见了佛法之后 我会觉得那么的感动 就是觉得说 啊 他他其实在教我的东西 是我一直在摸索的 那以前我没有这些理论 没有这些书籍的时候 我是靠我自己的想法在摸索 那是非常辛苦而孤单的 因为你不确定你的想法是对的 那现在有了这些经典之后 我就可以从经典里面找到这些支持 好 所以当我在听到佛陀牵着我的手 或者说当我看到法华经里面说 释迦牟尼佛在摸摸头的时候 我会如此的感动 是来自于这个 好我们回来看 为什么空观那么重要 好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心情 如果你培养出来 你可以很坦然的接受 我的生命中和别人的生命 是完全不同的内容 那么我今天拥有的东西 也许我明天一下子通通没有 但是不表示我今天拥有的是虚假的 因为我本来就知道它是暂时存在的 所以明天没有了 那就是本来应该会产生的事情 它本来就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愿意接受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 每一天睁开眼睛就说 哇好我又活一个新的一天 我要抱着这是最后一天的心情来活 那这就是空观 我们讲的俗话一点来讲 这就是空 好 这个三妹 就是你一定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 你要练习到 你时时刻刻都是抱持着这样子的心情在过着 而不是说 只有听到某位法师在分享的时候 觉得好有道理 真的是心开意解 可是一回去以后还是一样 好 无相 好无相 就是对于对于世间的万物万象 你都能够看得懂 它没有固定的存在 好 它是万元和合 那无作就是说 没有愿望 你说啊 那这样没有指望 不是 我可以有规划 我可以发愿 但是我可以 我会知道 我所发的愿 它不一定会实现 我只能努力的去还愿去埋怨 好 这个这个在在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这是三个很重要的钢领 好 所以叫三解脱门 你如果能够练习这三样的话 首先你可以从 你可以从烦恼上解脱出来 从从这个苦难中把你自己解脱出来 解脱的意思就是那些被绑住的那些绳子就剪剪剪剪剪剪 这样子 好 就我没有一定要 没有一定要什么 而我 我当我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都很清楚知道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好 好 那再来呢 我们看到这些 这些名称 这些都在 都在我们的文章里面 那我只是 挑几个来 来跟大家分享 那是在88页 这个四等 四等讲的是四五亮星 就是慈悲洗舍 这大家已经常听到 而且这四个字不需要我解释 那舍这个 舍这个动作 大家经常在讲断舍离 断舍离 好 那你要 你要很清楚知道 你是真的在舍 你断舍离是为了买新的东西的话 那就不是舍 那个舍的意思是说 我清楚知道 我清楚知道 没有哪样东西 它是跟我黏在一起的 它一定是跟我黏在一起 好 像 像这个 如果说有一天 好 如果有一天 像我 因为我在舍大开课 那每一学习开上课 舍大的行政人员 就会跟我 就跟我联络 那 我一定要知道说 好 在舍大开的课 我讲得也很开心 大家听得也很开心 可是如果有一天 行政人员跟我讲说 朱老师 我们可能下学期 就不打算开这样子的课了 对我来讲 我有没有准备好 当然有 好 就是 我的练习是这样 每一件事情 我都知道 我今天在做的时候 我非常开心 可是 他 因缘 和合 有这样子存在 当有一天 这个因缘 变了 他就 消失了 那 我也能够 平和的 接受 不是接受 不是接受 就是 就继续走下去 就走入了另外一个因缘 这样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叫真正的舍 舍的意思是说 随时这些 我已经认为是 日常的 习以为常的东西 我有没有能力 他 消失的时候 我跟他没有消失的时候 我的心是一样平静的 那当然这个东西 练习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你的生活会非常非常的平静 那个喜悦就会出来 好 那你说老师 这个好难 对不对 对 这不是消极 那你说 那老师 那我们什么都不做 不是就不会伤心 不是啊 什么都不做 我不会的 什么都不做 你就是把自己冰封起来 你就去做 你就去做 有师姐打电话给你说 我们需要人手 礼拜天可不可以来帮忙 我们大聊需要有人洗菜 洗碗 那你说 哦好啊好啊 我刚好有空 好那几点几分钟 然后呢 到了明天早上 你又接到一通电话说 哎师姐不好意思 好 那个我们法师说 那个厨房人太多了 装不下那么多人 所以下次有机会再麻烦你好了 那今天就 你就不用过来了 那你会不会心里会觉得 全全成成 哦哦是怎样 我护自己来 护自己去 所以这时就要练 我们讲的慈悲喜舍 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我们也不造成别人烦恼的犹新 所以 哦OK好 本来我已经预备好了 我都跟家人讲好了 那我今天就是要去 就是要去工修处 帮忙 因为刚好今天有 有有有工修嘛 那有中午呢 会要组一些点心 那既然人家觉得 我们人太多去 会会造成困扰 那 我的心情要怎么样去接受 这就是一个锻炼的机会 对不对 好 很多种解法嘛 对不对 回头 回头跟家人讲说 哎我今天不用去了 好吧那既然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去菜市场买个菜 然后今天好好的煮一顿饭 给你们吃 然后这时候你的小孩 跟你讲说 妈妈 我们本来以为你要去忙 所以我们都跟朋友约好了 那你要不要失望 不用嘛 对不对 哦好啊没有关系 好那我就 我就今天就安安静静的过一天 那我可以 我可以听听课 你可以用各种方式 在每一个瞬间 你本来会失望的 会失落的 会会难过的 你去练习 好 去练习 所以这个四无量心的练习 蛮重要的 好 那这个后面呢 四色 四色就是 就是 拒来 这色是聚集嘛 收集的意思 好 什么叫收集 就是 就是你的社交活动 就是他其实讲的就是说 你跟人跟人之间的交往 你怎么样可以让人家 就是你的那个 向心力 或是说 你跟人家融合在一起 你跟群体融合在一起 所以四色 他其实谈的是团体生活 好 所以这包括什么 布施 爱语 同事 力行 好 好那 布施没有问题嘛 布施就是分享 好 那爱语就是讲好话 那讲好话不是讲一些很虚伪的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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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负责任的那种 那种 那种话 哎呀 朱玲玲你好 你好年轻哦 你看起来都都不像六十岁 那个没有 没有什么 那个不是爱语 好 是 我们用一种很慈悲的 很 很同理心的方式在 在讲话 好 那我们选择 话 讲成好的 好 不要 不要去讲那种 靠人家的话 尽量去练习 那同事就是同理心啊 就说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去体会别人的感受 能不能去体会别人的感受 那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我亲眼看到的 就我们去共修的时候 那就有一个师姐 他拿那个饭团 好 他就说 哎 我们那个菜市场 那个 那个阿尚卖那个饭团 很好吃啊 我叫他做树的 而且那个阿尚很可怜啊 你看他这么大年纪还在 所以呢 我就很慈悲 这样我自己 我自己很慈悲 我又很慈悲 我刚才买了很多 所以我来请你们吃 所以他觉得他在布施 然后我请你们吃 然后爱你 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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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那就有一个师姐 就是说我不能吃糯米的东西 因为我胃不好 直接就拒绝 那这个师姐就就就就讲说 哎 那我已经我已经买了 那你现在你现在不要 那你叫我怎么办 你拿回去啊 拿回去看你家谁要吃 这样 那个整个气氛就变得很不好 对不对 变得很不好 好 就是说 所以我们讲这个同事的意思 好 你可以 你可不可以同理他 好 你可不可以同理他 好 那那个师姐 我记得他讲的最后一句话是说 啊 你不是难道叫我拿回去丢掉 我觉得那个 整个原来是很美好的事情 他做了一件非常 非常善意的事情 然后去跟一个 他认为很可怜的阿尚 买了一些饭团 来请很多师姐吃 然后偏偏有一个师姐 他就是 他就是实话实说 因为 可能我知道有很多师姐 他就 其实他也不吃 他就说 好好好 谢谢你啊 然后他就带回家了 那 可是这个师姐 他就直接跟他讲说 我不能吃糯米的 然后 当他跟他讲说 那你 你待会儿去给家人吃的时候 他就说 我们家人也都不吃 那这个送人的人 就马上就 整个一个大受伤 玻璃心碎一定 你知道吗 那我们看 这个试色法里面 我们在谈到的是 这个东西 那例行是什么 就是有利于他人 就是我们讲的 让自己少点烦恼 让别人少点烦恼 好 所以 慈悲喜舍跟四色法 是我 我觉得我们常常要 拎在手上 这是比较容易练习的 好 比较容易练习的 好 我们每一次在 在买 买东西 请人家吃也好 或者是帮人家做什么事 或者是说 去关心人家 都是出发点 都是善意 可是我们 还要掌养一个能力 是看得懂别人要不要 那你说那我不是神通 我看不懂 但如果你看不懂 至少你要有一个准备是 那别人拒绝我 我负责不生气 这样子就好 我就负责不生气 好 那四色法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他讲的是一个很 其实是很 很实际的一些 一些演练跟操作 好 四红寺院我们很常听到 因为常常在 常常在这个 我们 我们到场在 在举行法会 或者是 义工在 在发愿的时候 都会 都会念这个 终身无边寺院度 烦恼无尽寺院段 法门无量试验学 佛道无上寺院成 我刚开始进佛门的时候 我对后面三个没有疑问 最后一个是 我们大家都发大圣的愿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我们要发愿成佛 因为要发愿成佛 所以我们有 无量的法门 我们也愿意学 对 那我们之所以还 具有佛性 但是没有办法成佛 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烦恼障 所以这些烦恼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之中 我们要把它断掉 众生无边寺院度 我自己都顾不来了 我为什么会把众生 度众生放在第一位 这是我刚进佛门的时候的 很大一个问号 满天问号 我们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这是我们从小认为的 你自己都管不好了 你管别人 这是我们从小 长辈告诉我们 那为什么在佛门里面 众生无边寺院度 摆在第一个 而且是第一个最重要的 好 最重要 好 读了六祖谈经 我们看到了六祖 他把这四红寺院 全部都加了一个自信 你自己本身 内在的所有的众生 你要度 这就是烦恼 断烦恼的方法 这也是一个说法 但是我还是要回头来 看我们看四红寺院 那个众生无边寺院度 他为什么是摆在最前面 好 读了很多很多之后 我慢慢有一个体验 如果你的心 不再关怀整个宇宙的话 烦恼断不了 法门学不成 佛道成不了 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心 时时刻刻都在挂念着 当愿重生 我有一点点的进步 我得到一点点的法喜 我就要发愿说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 跟我一样得到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好处 这是大圣佛法的 菩萨型的基本功 倒过来 没有 你没有发菩提心 没有发菩萨愿 你是成不了佛的 所以众生无边寺院度 要摆在第一位 他是挂在你心上 不是说你什么功夫都没有 就跑出去度众生 不是 是你不管做任何事情 或者说你在享受到 你想受到天伦之乐 你想受到美食 你吃到一个芒果冰 超级好吃 好 那个众生无边寺院度 你要挂念到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所以我很喜欢分享那个华言经的那个进行品 进行品 从早上起床 开始洗脸刷牙 穿衣服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动作 后面都接一个当愿众生 怎么样 看到平的路在走 当愿众生 一切都平安 看到崎岖不平的路在走 也当愿众生 如何 这才是菩萨愿 这才是发菩提心的根本 这是我的心得 跟大家分享 也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视野 那也许 也许各位的会跟比我 比我深厚 没有像我那样子 刚进佛门 有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问号 但是我就是这样子的人 那我分享我的经验 那在这个问号的 接下来 我努力的去寻所 努力的去思维 那我所想通的东西 我觉得非常的扎实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好 那这些时信 时明 时回向 时柱 时地 这些大概都是 华音镜里面出来的 那我觉得是太多的名像 也不需要去 每一个都 这么急的去把它弄清楚 但我提出来的是 我觉得 可以理解的 那这时明 或者我们就要时信了 它包括说 你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 你需要具备的哪些心态 信心念心 精进心 会心定心 不退心回向心 护发心 戒心 跟怨心 这十个 我只要解释戒心 戒心不是对别人 很提防的那个戒心 是守戒律的那个 那对自己的要求 要求要有 要有这个规律性的 那样子的一个心态 这是实名 就是有十种心态 那一样我们继续看 藏学十回向十愿 十种愿力 那藏学出地二地三地四地 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地十地 就是菩萨行 藏学佛果百万 阿生起诸恨之烦恼 就是成佛的障碍 如是行藏无量无边 这种障碍我去修行的 的可能性呢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弟子某 今日至倒弃肯 好我们讲那是拜在地上 向十方佛尊法 十方佛尊法圣众 惭愧懒悔 愿皆消灭愿此 愿借此懒悔 葬于诸行 一切烦恼所生功德 愿再再处处 自在受生 好 不为集结夜恨之所回转 就不要被这些 因为我已经忏悔了 希望不要再障碍我 希望我能够 以如意通于一念情 骗至十方 尽诸佛土奢化终生 好你看他后面发的愿 都是说希望 这些障碍消除之后 我有办法好好的学 我有学习的机会跟可能 所以呢 那我希望能够 在诸禅定 甚深境界 以及诸之鉴通达无碍 我能够学到这些 然后我的心 能够普咒一切诸法 然后要说无穷 而不染着 心得 得心自在 得法自在 方便自在 这三个自在 是我们希望能够 我们发的愿 我们希望能够成就的状态 因此烦恼 及无知 结习 必尽永断 不复相续 无肉圣道 朗然如日 发愿以归命李诸佛 这是我们上礼拜 就已经念过了 那我上礼拜 有特别跟大家讲 那个结习 这两个字 要小心 他是打结 打死结 那个习气 就是累事累结 绑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会那种自然而然的反应 好 那李诸佛以 接下来再次忏悔 Modern 略忏烦恼障境 次当 金当次第忏什么呢 忏业障 忏悔业障 那就说先讲说 什么是业呢 夫业能装饰适趣 这四个字很有趣 装饰 我们现在觉得装饰 好像就是不必要的东西 叫装饰 这个装饰就有点像 我们的装潢 就我们装潢 就是 他可以 装潢嘛 装潢就是把什么呢 把那个烂烂的墙壁 把它弄得漂漂亮亮 好 所以装饰的意思就是说 他可以天衣无缝的 把我们 带向某个地方 带向这个轮回的这个方向 你这个业力 他业力是怎么样 他埋藏在你的 你看不到的事情后面 的意思 就是说 装潢嘛 就他可以 掩饰的好好的 然后呢 诱发你 或者带着你 前往 前往那个 那个六道轮回的方向 好 所以在在处处 不复思维 求离世 求离世解脱 他就 他就 迷惑了你 我们要讲迷惑 就是说 他就牵引着你的注意力 让你没有机会去想着 要 解脱 这是业力的 业力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最大的力 能量 他先解释了说 那为什么我要 参业 就是说 因为如果我不参 那么这个业障呢 会带着我 不求写脱 就什么不求写脱 他就说 你会一直在六道里面轮回 因为你眷恋的 眷恋 而且不是你 你不知不觉的眷恋 因为你是被牵着走 每一个反应 连续的被牵着走 好 所以六道果报 种种不同 行类各异 当之皆是业力所做 好 所以你知道你 你所有的遭遇 你所有碰到的事情 都是业力风 把你吹向这里 吹向那里 你没有 你没有感觉到 业力在推着你走 但是你现在 在忏悔的同时 你要能够察觉到 好 你要能够察觉到 好 为什么我一直都碰到 令我生气的事情 不是因为你 很倒霉碰到 而是 你呢 被这个爱生气的 这个业力推着 碰到每一件事情 你都往那个生气的方面去 去反应 所以你看到的事情 都会让你生气 好 都会让你生气 我那天听到一个 一段对话 我想分享一下 也许你们大家觉得 那个是很天方夜谈 有一个年轻人 有一个年轻人 在讲他的这个恋爱史 那这个 他说他也很衰 他每次 他每次交男朋友 而且女孩子 他说他每次交男朋友 结局都不好 那都是 都是那男生呢 就爱上别人 好 就爱上别人 那 那这个 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子 他在分享他的过程 他说有一次呢 他就 察觉到他的男朋友 好像 有点 怪怪的 就可能好像 什么手机 有一些什么简讯啊 什么的 好 那 他在分享的时候 他说他的反应 好 他的反应 一般女孩子的反应 就是非常生气 然后就质问 好 你你你怎么可以 这样子 那他却是跟那个 男朋友讲说 你是不是有一些事情 没有跟我讲 我们之间的相处 是不是出了哪些 沟通上的困难 跟 跟 跟不适应 我们要不要好好谈一下 好 我们要不要好好谈一下 我想 这个女孩子 你很年轻 她没有 没有佛教背景 可是我在听她 讲这些话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哦 她是善根福德 就当她碰到 其实这个是 她自己伤心的事情 可是她可以想到的是说 我的男朋友 为什么会去喜欢上别人 好 那 也许 他们两个的缘分比较好 可是我更想知道的是 我们之间的相处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那 如果 是我们之间的相处 出了什么问题 还有没有机会 补救呢 或者是说 好 就算我们分手了 我也要知道 我也要知道说 到底 我们之间 出了什么事情 还是单纯的就是 没有 我们都没有问题 然后 然后就是 原性在主 碰到另外一种 也可以 但是她要 她要问个清楚 好 那我想这个 这个东西 禅定的功率 要很高 对不对 因为大部分人 就是一听脑 你怎么可以对不起我 你是太可恶了 好 所以她分享 就是说 虽然她碰过好几次 这样的事情 可是每一次的 每一次的失恋 她当然也很难过 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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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伤心 可是 并没有让她 就从此陷入了 自怜自爱 或者是痛恨男人 或者是怎么样 她只是觉得说 其实在每一段的相处当中 都有一些 因缘不合合的地方 就是说 原来你认为 原来你认为 你们两个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相处的 就真的走在一起之后 发现说 不是这样 那不是这样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会用不同的方法呢 去逃避这个 这个不适应 或者是说 那就 想办法去解决 或者是 不想办法去解决 好 那我 我讲这个例子 就是在讲说 是叶利峰 好 就是说我们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承认说 我们自己也是被 背着叶利推着走 我们自己 在我们不知道的背后 有很多很多的力量 推着我们 对每一件事情的反应 是这样的 我们必须要先承认这件事情 而你的反应 你的动作 你的话语 就可能造成 造成人跟人相处 或是你在做事情的时候的一些不顺利 好 那我们如果抱持这样子的心情的时候 不是都责怪自己 我们只是想要解决问题 这就是什么 解脱 好 所以解脱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要再一直在这个 这个 这个鬼打墙 好 就说如果我不知道 什么因素造成我这样子的话 那我是不是一直重复不断 不断重复的在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我会一直不断碰到同样的事情 好 好 那所以呢 他说所以六道果报种种不同 行类各异 当之 是业力所做 这句话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震撼力 就是说我们要常常去想这件事情 我看不到 我们看不到 虽然我们常常开玩笑讲说 啊 我一定是什么上辈子欠你什么啦 或者是什么 什么我 我 什么 什么 累事啊 什么 我有个朋友 碰到一个算命的讲说 都说 你欠那个人啊 他说我看到你啊 五百年前啊 那个人呢 是一个轻楼女子 然后你是个多情书生 然后你说要 要去给他赎生 结果你爽约了 让他等了很久 你都没有去 然后所以他就上吊自杀了 所以你欠他 这看起来很像误打法师的故事 对不对 好 我们不是要去找这些原因 我们要找的 我们找不到 很多我们找不到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 勇敢的承担 要知道说 有个业力在推着我们走 好 我们现在轮回在人道 人道也是六道 我们是 是随夜往生的 是我们的业力拖着我们 所以不管你是 为什么你会生在台湾 你为什么会生在这一家人 你为什么会碰到他 为什么会碰到我 为什么会 都是我们的业力的造成 那业力造成不表示 我没有办法过得好 如果我可以知道说 这就是我必然的 要面对的事情 那我用一种 不一样的心态 因为我会学习 我会念书 我会读佛经等等 那虽然一样的苦难的事情 但是我用不一样的心情来 好 心情来面对 好 好 那佛的实力中业力甚深 好 佛的实力 我们下次再介绍 佛在讲所有的力里面 就推动 这个力就是 推动我们 成为今天我们这样子的存在 或者说 推动你的修行 然后想要成佛的这种力量 其中呢 业力是影响最大的 你的所有的言行举止 业力影响你最大 你要努力修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察觉很重要 为什么佛 为什么Buddha叫做Buddhi 这是一个觉悟 你只要能够非常清楚的 在每一瞬间察觉到 你原来的业力 会推着你往哪里走 而你能够决定说 我不 我不 好 我可以改变的 我动手去改变 好 我的业力推着我 就是一个愤怒的 容易易怒的 好 容易呢 发脾气的 那么可能因为这样 如果我不去察觉 我不去修正的话 我可能会造更多的恶业 我甚至可能会造杀业 因为我 我没有办法管控我的怒气的话 我没有办法管控 那 好 我如果体会到说 我如果察觉到说 我是一个易怒的人 而且我承认我是一个易怒的人 那我就要小心的去 躲开这个让我 让我发怒的机会 或是我察觉到这些事情 他有可能激发我的那个内在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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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 嗔恨愤怒的那个 那个动作的 那个因子跑出来的时候 那我要怎么样 我要用方法去把它平息掉 好 念佛号 这个送大悲咒 什么什么什么都可以 那个 那个 那个当下 把我的注意力转移掉 如果我很清楚可以察觉 问题就在不觉 不觉得更 更惨的背后还有什么 不承认 哪里是我爱生气 都是别人惹我生气 大部分人是这样讲 我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 如果他不惹我 我怎么会生气 这我们经常听到 老板说 我们一般的人是这样讲的 那佛教的理论不是 你只要你是生气 你就有一个生气的业障在那里 好 好 何以故 他说 现见世人行善 行善 现见世间 就是说 他举的例子是说 你现在看 你看现在人世间 有一些呢 这两个字很奇怪 我们这边 我们这个课本 比较好一点 坎坷 他意思是说 你现在看到有一些人 我们是个大善人 他是个好人 孝顺父母 有爱兄弟 秋桥不如 可是他的命运很坎坷 这两个字就是坎坷 那为恶之人 反而是坏人 他碰到事情都非常的顺 老婆听话 孩子乖 那做什么生意都赚钱 所以你会抱怨说 哎呀 这个 天地不仁 天理不公 怎么会这样子 那是因为我们 如此记者 就是说 如果你是这样算计的人 那是表示你不懂得业力 你不懂得业力 为什么 因为他后面还有原因的 你看到的只是他今生做的事 你看到的只是他今生做的事 然后他何以顾 他经中 经中有说 有三种业 有三种业 那哪三种呢 一个是现报 一个是生报 一个是后报 那什么叫现报呢 就是现在作恶 现世报 就是我们平常 日常生活中 我们一般 我们在这个戏曲中讲的 现世报 对不对 就是现在 现在做坏事 就现在受到报应 现世报 我们常常会这样讲 对不对 他刚刚 他刚刚骂人 然后一转身 他就去跌了一跤 我们就说 现世报 这是我们 我们看到的 好像 好像马上就有结果 可是有很多很多时候 我们看不到 我们看不到那种 那种 作恶多端 奸商 他真的就是 想荣华富贵 然后 然后他生一个病 就有很大的医疗团体 在帮他治 所以他 可以活到90岁 那我们看到那种什么 情善多日 然后一生的病痛 然后命又很短 我们都以为 我们都用我们的 评判标准 在看说这样 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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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告诉你说 不是 另外还有叫 生报 生报业者 是此生 做善 做恶 来生受报 来生 下一辈子 才受报 还有一种 还不是下一辈子 是什么 后报业 是过去 无量生中 所做的善恶 今生受报 或者是 今生所做的善恶 在未来 无量生中 才受报 就一手果 其实他什么时候 呈现出来 不知道 那你说 佛教讲这个 干什么 讲这个的意思 就是说 你不要 你不要这么的 武断 去用一种 对价 报偿的关系 在看这个信仰 就是我们 寻常人讲的话 就是说 你不要吃了 三把韭菜 就以为你可以升天 这是台语的愿意 对不对 你以为你吃素 吃了三天 你的杀业就消掉了 那你之前所造的杀业 就这样涂消掉 没有 是不是 你只能发愿说 那以后不再翻 我已经欠再欠了 欠了三亿 我只能发愿说 我将来不要再欠 我没有 我没有讲说 我发愿完了之后 那三亿就抵消了 不是 你该还还是要还 好 所以我们看不到 我们看不到 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去评判 我们眼睛看到的事情 好 那 我喜欢拿一个例子来讲 就是那时候 尤其是大灾难来临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 九二亿正灾 在这种大灾难来临的时候 我们常常 要面临一个 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就是 不是很痛苦 就是说 其实我们都不小心 造成二度伤害的事情 好 九二亿正灾也好 八八风灾也好 大灾难来临的时候 有很多人死掉 可是有一些人 没死 好 可能刚好山崩的时候 全家七口全部死亡亡 他一个人活下来 好 我们怎么解释这件事情 我们怎么解释这件事情 我们就用我们浅薄的知识 在解释 哦 他可能上辈子做了好事 那你的意思是说 那些死掉的人都是做坏事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不懂 对不对 就不要去批判 你不要拿这些 这些言语来 来做那样子审判 我们只能说 活下来的人 比死去的人更痛苦 是不是 他也在受苦 所以大家都在受苦的时候 你不要去当那个审判者 我们没有任何人 有资格审判者 为什么 因为万元和何 你看得到 你看得到三个原因 三百个原因 你看不到无量多个因素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去帮助受伤的人 安慰活着的人 去处理那些灾难造成的 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可以去帮助 其他的我们都不要说 好 那所以那个时候 九二一正灾的时候 圣爷师父曾经在 有一个海报 他一个人低着头讲 台湾加油 然后写着什么 救苦救难是菩萨 受苦受难是大菩萨 这句话什么意思 那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去救灾 各种慈善团体 慈祭的师兄师姐 各个各个 大家分头进去 出钱出力再帮助大家 这些都是大菩萨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 那些被 那些受苦受难的 才是激发我们 去做这些善事 激发我们 去认真的看待生命的无常 他用他自己的苦痛 去提醒我们 我们拥有的幸福 是多么的不是那么理所当 所以我们要感谢 那些受难的人 而不是去讲说 别人家会垮 一定是你贪财什么 不是不是这样 你没有资格去讲 谁受难是活该 是该怎么样 好我们要知道是说 当我们眼前看到的 当我们看到 当我们看到有一个人 在受苦受难 我们要禀开这些事情 所以这些内容 是要提醒我们 你看他说这个后报业 尤其是后报业 你现在做的事情 你在无量生以后 你根本找不到 你当初为什么 你做错了什么事情 今生会有这样的果报 所以不要去找 不要去找 那我们只能期许 在我们未来生 在我们未来的日子里面呢 我尽量不要犯错 尽量不要结恶缘 不要做罪恶的事情 那就减少将来夜报的机会 我只能这样 我从现在开始发愿 我尽量少做 那但是我已经尽量少做 那我还是接受惩罚 那就要勇敢接受 OK 好 若今行恶之人 现在见好者 只是过去生 过去生报后报 善业守顾 这样懂吗 好 就说 为什么他今天 在做尽坏事 可是他为什么 还好好的呢 一定是他过去生 就上一辈子 所做的善业呢 或者是很久以前 就是善 生报后报 都这个善业成熟 所以他今天呈现是这样 由此乐国 奇观现在做诸恶业 而得好报 你要认清楚这一点 若今行善之人 现在饮苦者 就现在受苦 只是过去 只是过去生报后报 恶业守顾 现在善根 利弱 不能排浅 你现在 积的善根 还没有能力去 抵抗这些恶业 事故得此果报 其观现在 做善而遭恶报 这个很容易的逻辑 好 何以之然 现见世间为善之者 人所赞叹 人所尊重 故知未必 未必 遭乐果 过去既有如此恶业 所以诸佛菩萨 怎么样 教令清静善友 共行忏悔 好 所以你要看 他在解释这件事情 就是说 好 你有机会 你有机会接近好的朋友 你有机会 共行忏悔 好 那善知识者 于得道中为权力 事故经理 自成 自成归依 于佛 他整个逻辑 这样子 这样子 圆满的出来 就是说 那他为什么会 以前造了恶业 为什么以前造了恶业 然后呢 然后他今天会有 会有 会变成大善人 同样的 他有结善缘 对不对 他有结善缘 好 所以一禅题能够成佛 什么意思 就他已经都不会 不会 他已经没有 没有机会去行善事 可是他的佛音还在 好 所以这是大圣佛法的一个最根本的事情 就是任何人都有机会 任何人都有机会翻身 任何人都有机会翻身 好 好 所以呢 既然是这样 那今天我们大家已经有这个机会 来到这里读这个燦本了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燦本 或是能够叫你来听课的人 或者是你觉得我是你的善知识 或是你是我的善知识都好 那我们知道善知识呢 是会带着我们去往结善缘的方向去走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一起努力的意思 好 某等自无始以来自于今日饥饿如横沙 造罪满大地 又开始用一种夸式形容 而且呢 不觉 这边有一个词 舍身与受身 舍身就是死掉的那个身体 就是我们 我们 通常是这样讲 我们 我们这个身是我们的暴障 就是我们受到果报 然后所以 所以我们身为人 身为人没有 没有很好 也没有很差 但是也是业力果报 好 那我们死掉了就叫舍报 那你说 老师 平常人不能讲舍报 是不是 要大法师才能讲舍报 其实舍报的意思就是 我们这个是个暴障 我们是 我们是业力的暴障 对不对 我们是业力的果 过去业的果 我们就是个暴障 那把这个 这个报应 我们整个成为 今天这个人 他就是一个果报 那这个果报的这个化身 我不要了 就叫舍报 所以舍身 但是我舍了之后呢 我又会 我又会重新 有一个新的身份 那就叫受身 我就重新投胎的意思 所以不管是在舍身 或者是已经过去的生命 或者是我现在的生命 我都不觉 不觉亦不知 我都不知道我犯了哪些罪 我不知道我饥了哪些恶 那现在我们来讲讲 有可能有哪些 所以就从要知要觉开始 他说有哪些呢 来 或做五逆 后身 灼禅 无间罪 五逆就很大逆 不道的五逆 杀父母 杀阿罗汉 什么的 就是很严重的 很严重的罪 或造一禅题 断善根业 我刚刚讲 这一禅题 这个字 这个字 这个字是一个翻译的 的声音 跟一啊二啊 没有关系 好 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的翻译是什么 就是这个 断善根业 就是 你造的那个业呢 会让你成为断的善根 就是你没有机会修善 没有机会修善 好 那在 在这个三圣 或者是 我们说 二圣的说法 那像你犯了这样 你造这样子的业呢 你是终生 就是不可能修行 你没有 你没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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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这个修善业 你怎么怎么修行 好 那可是 在大圣 佛法的概念里面 他是佛总不断 佛总不断 好 那么在 所有这些恶业 的 受报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个机会 他会在 某一个时刻 听闻佛法 起了一念词 他就有机会翻身 这是 这是大圣佛法的不同 就是我们常听到 一禅题一样的成佛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不是说 一念之间 一个善念就会成佛 不是 他这个一禅题 是一个 是一个翻译的字眼 就像汤姆啊 约翰啊 玛丽啊 没有 没有那个一的意思 他只是说 你犯的 你造的业是这种 断了善根的业 好 忤逆啊 或者是你做了 很糟糕的事情 所以你根本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听闻佛法 没有机会接触善知识 没有机会做好事 没有机会学习 那你怎么 你怎么办 那所以当然 小圣的说法 说像骤人 他就是没有机会啊 他就是没有机会啊 那大圣佛法 佛特就说 他有机会 因为你把 你把时间拉长到 无线长的时候 他总会在这个 时间轴当中 会有曾经 结过一个善源 那这个善源 这个种子 就会在有一天 实际成熟的时候 他就发芽 他就发芽 这个佛特讲的嘛 地狱受苦 煎 油锅上煎 抛起来 那个叉子 把它丢起来 再拿下去煎 油锅到煎 很痛 很热 然后一直不断的 就是痛完了 还有再痛 再痛 再痛 这个过程当中 一面之间说 我 都会觉得那么痛 那比我 更脆弱的人 他怎么受得了 这就是一面之人 这一面的 这一个念头 就感应到 这整个阿赖源 整个遭遇 就会不一样 这是 这是大圣佛法的逻辑 那你说老师 讲的好像 很神怪 不是 那是一个信 信仰 一个信心 一个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 判谁的 永不得超生 没有这件事 那 尤其在当时 那个年代 尤其在当时 那个年代 那清乌佛语 傍方等 方等就是 大圣 破灭三宝 毁正法 这些都是很严重的 他从最严重的 恶业 开始讲起 不信罪服起十恶业 不相信犯罪跟福报的关系 所以就造了 十三十二 就是身三口 口四三意 我们下一次会讲 就是那十个 不应该做的 当然就杀到隐望 这些 好 迷真反正 就是说 迷失了 那个真相迷失了 而在相反的路上 在吃货之夜 就完全 完全痴迷 然后迷惑 不孝二亲 反类之夜 就是不孝顺 然后呢 很暴力 脾气很坏 清漫师长 无礼敬业 完全不 完全不 不礼敬任何人 非常的骄傲 那对朋友 不信 无义之夜 他开始一样一样 一样一样讲 那你说 这些都是我们 可以想得到的夜 他告诉你说 你不觉不知 意思是什么 你不知道你 累世 有没有犯过这些 你好觉得 我这一生 没有这样子 我很孝顺父母 我不会 我不会对市长 不理 告诉你说 你有可能 或做四重八重 上胜到夜 这就 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都是出家中的 因为他们他们发的这个比丘戒 犯了五戒 破五戒 或者是八灾戒 这五篇七句 多缺犯 这些都是什么戒律的 戒律的 我们就不仔细介绍了 这优婆色的就是在家居士 在家居士 的戒清 重购业 你对你自己所发下来的戒律 轻忽了 或菩萨戒不能清净如缩醒 你受了菩萨戒 然后没有照着那样子去做 也是 也是也造了恶业 好 那前后方便污犯恨 就是你为了 为了方便 所以方便就是一种权宜之计 而污染了你所修的犯恨 犯恨是要修一个清净业 它是用污染 好那接下来也是戒律 月无六灾 懈怠之言 六灾日 我想在座一定有很多人知道 什么叫六灾日 一个月当中有六天 你如果没办法 每天都吃素的话 至少你从六灾开始 开始食事 一个月吃六天的灾 那这六灾你要记得 它是跳成 它不是一个规律的 那所以你会常常忘记 你看 早上起来 早上起来吃了一个猪排 三明治才想想 哎呦今天六灾日 我应该要吃素 那 忘了 这是一种懈怠 还有就是 刚好那天是我六灾日 可是呢 朋友就约着要去聚餐 然后就要去吃台北市 很有名的牛排馆 那你如果不去 好像就失去了这个相聚的机会 可是你去呢 那怎么办呢 于是你就想说 好吧 那就跟菩萨请假吧 我们今天就 就类似这样 这叫懈怠 懈怠 就是说 你 你因为 就是方便行事 好 方便行事 那你说老师 他怎么办 要抉择 要抉择 好 我像我碰到一些朋友 他是吃吃素的 好 那那当然 如果你说像这种牛排馆 你只能吃沙拉啦 好 那像我的有些朋友就会说 哦 好啊 那你们 就说你们约晚餐是七点钟 那我八点到 我吃完再过来 我就喝咖啡就好 一样我可以跟你们聊天 是不是也是全你自己 对不对 这是 你如果真的 真的觉得 你吃吃素 是你要守的一个诺言的话 那 你就好好的去守 他的意思是这样 好 那年长 年三长灾 就是有三个月 一年当中有三个月 整个月是吃素 这是比六灾日 还要更严格一点 一年有三个月 那整个月是吃吃素的 那你说老师 这个对我们来讲 不是问题啊 不是都吃素 没有 不是每个人一开始就能够 能够有这样子的福报 可以这么顺利的吃全素 三千微夷不如法 八万律夷为细罪业 这是讲到很细很细 犯了一点点的错 那不休 不休生戒心晦之业 春秋八王照重罪业 这我们就听不懂 这没有查资料 真的听不懂 春秋八王是什么 很有意思 我真的是要感谢大家 有些东西我以前就这样看过去 我没有 我不会很 就从小的习气 我们讲习气 就读书不求圣洁 我们就很会考试 你知道 就是那一篇 那课文里面 我就很快速的看完 然后就会抓到重点 抓到重点 然后整理逻辑出来之后 可能很快速的就把这个内容念完了 然后我就去考试 那我都不会考全班第一名 我不会啦 我这辈子没有考过第一名 我永远都是 50个人 我大概考20名 就是说 对 就是说 及格如果是60分 我大概就75 80 我可以花很短的时间 就可以读到这样子 那你说 那老师 那你既然花很短的时间 可以读到75分 80分 那你为什么不 就习气嘛 就觉得不划算 那个时间我拿来玩 我拿来看小说 拿来听 听热门音乐 我拿来跟同学 讲电话 讲八卦 然后骂老师 骂同学 这就是年轻的我 那这个习气 这习气 长养 就是 没有去改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 读书不求圣洁 那这个今天我在修炼 就是靠各位的帮忙 就是谢谢大家的爱护 那为了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讲 那我就得一个字一个字的 好好的去检查 好 八王是什么 春秋八王 这个是古时候的人说 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 季节交替的时候呢 是我们的 我们的整个宇宙 没有人管的时候 就像主管在交接 这样的吗 就是上一任的主管 退休了 下一任主管 还没有上任的那个空隙 那那个时候 这个八王就是春秋 这春秋八个节气中间 好 在什么呢 在历春春分历夏 夏至历秋 秋分 历冬 冬至 这八个 好 就是春夏秋冬 好 春夏秋冬四个吧 好 但是呢 在在春 春天呢 有两个节气 是有交换的 好 有 有主管单位 交换的 好 就是什么呢 是历春 和春分 好 就是说历春这一天 和春分这一天 是这个宇宙 主管 主管不在的 那主管不在你就容易 就是我们中国人古老的智慧嘛 就是说这 所以这一天 你要对你自己的身体 养生你的所有的行为举止 你要很小心 为什么 因为没人管 好 所以容易犯错 好 容易犯错 这样的吗 就是八王 这八王 好 所以 每一个节气有两个 好 所以 所以立下 然后下子 这样子 好 那我下面就不写了 好 所以 很有趣吧 八王 这个绝对跟 因为你看 这个 这是中国人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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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就是有中国古老的 因为 不管是皇帝内经啊 或者是义经啊 就中国古老的智慧呢 他一直都会跟天地万物 都会结合在一起 所以他观看这个大宇宙的运行 然后来 来回看我们身体这个小宇宙的运作 就是 所以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春夏秋冬啊 对于这个地形啊 对于河流啊 什么 都会 看到这些现象 然后去想到我们身体的 的运行啊 那所以 在这边他特别讲说 春秋八王造罪 就这时候你会做错事 会容易 不过会容易 会容易做错事哦 行十六种恶律仪 就是 这就是另外啦 那当时 当时你有可能去 去做一些 不正确的 不正确的仪轨 的这种业 于诸众生 无敏商业 对于众生没有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没有 没有同情心 没有同理心 好 不经不念 无怜 无怜悯也 一样跟这个 不经也是同情 悲悯之心 你不 你不会 不会体谅别人 没有怜悯之心 不拔不计 无救无言 你不救别人 你不管 只管自己 心怀嫉妒 无度别 心怀嫉妒 所以 我得到好处 我怎么要跟你讲 好 对啊 我去听个课好好听哦 不要跟你讲 万一你学的比我好 怎么办 这是忌妒 于怨亲近 不平等 就是说 你对于亲近的人 和不喜欢的人 会有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对待 不一样的对待 好 你说老师 这些东西 为什么叫做业 因为你有了这些念头 其实你在心里面 种下来是不好的种子 那这些 这些就是所有你的业力 那在将来 它就会影响你 生生世世的行为 荒诞武艺 就是说 单荒 就是你非常留恋在 五官享受当中 所以你并不想要离开 这些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生活 你太眷恋 那太眷恋 感官生活 或因一时原地 迟早生荡一眼 因为你生活太优异了 好 因为 这个吃得好 穿得好 然后这个 园林好漂亮啊 这一切游玩都非常好 所以 不想要修行 或以圣年放置情欲 照追逐你 这个就很明显 不用我解释 好 或有做 或做有漏 上回向 三有藏 出事也 这严重 就是说 你虽然有修行 好 你想要处理世间 但是你没有朝着 无漏的方向 你的回向是三有 就是说 你是想要达到 成仙得道的禁忌而修行 这也是一种罪业 如是等罪无量无边 今日发漏向十方佛 那尊法慎重 皆惜忏悔 好 忏悔 好 忏悔一定是这样子的语法 忏悔完之后呢 就怎么样 就法愿 好 愿某等成事忏悔 无名等罪 朱不善业 愿皆消灭 所生福善 愿生生生世世 灭无逆罪 生生世世 灭无逆罪 是什么 生生世世 不再犯 无逆罪 除禅题或 我们刚刚讲 就是那个一禅题 除去那个 没有办法修行 善法的 那样子的迷惑 如是轻重 诸罪 恶业 从今已去 就不再 已去不是说 我过去犯的图销 是说 他已经不会在 在我的生命中 再出现 也就是我不会再做了 乃至道场 事不更反 道场就是 要得 成道 得佛的 成佛得到的 那个 那个 那个刹那 从现在 一直到那个时候 都不会再犯 好 长袭 长袭 出世 清静善法 反而让这个 出世 清静善法 成为我的喜气 精进 律行 守护 为宜 好 希望是这样 而且那个心情呢 如渡海者 爱惜 扶囊 像渡海的人 爱惜他的 那个 救生艇 好 那六度四等 我们前面讲 长标 横手 六度 跟四等 成为我行为的 准则 标的 标语 在前面 戒定会 平转得真名 就是说 戒定会 这些品格 慢慢的会 越来越明朗 素成如来 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实力 无畏 大悲 三念 常乐 妙志 八字 八字在我 就是 其实是到 成佛的 阶段 这个三念 不是念 佛 念 法 念 神 是佛的 状态的 三个念头 那我们来 猜猜看 佛的三个念头 会是什么样的 内容 后面的 这一整句话 就是希望 素成 就是说 希望我能够 直达车 朝着 成佛的方向 去 去修行 然后 这些 我刚刚讲的 这些 会 会造的恶业 就不再来 不再来拜访我了 意思是什么 在我的生命中 不会有他们出现 我不会再犯 好 所以 所以我们看到 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到的 忏悔的意思是这样 我们 看他写的一条一条 告诉你说 你知道你有多少 可能的罪 罪业会犯 对不对 那 所以你不要不承认 因为你不知道 好 那现在 忏完了之后 都提出来之后 那我知道 我有可能会犯哪些罪 所以我要发愿 我将来不会再犯 好 就一直都是这样子的逻辑 好 都是这样的逻辑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好 因为接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 越来越简单 他就是 逻辑很清楚 就是用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节奏在 在进行着 好 好 那还是一样 就是 如果有 有 有时间 有能力 好 就自己把它念一遍 好 从前面 然后念到 我们 我们所分享的这一边 或者是接下来 你可以试着 前面念看 好 看看你 有看到哪些 还是说 像我一样 有很多 嗯 为什么会这样 就把它圈起来 好 你把你的疑问圈起来 那等下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是不是跟你想的一样 好 好 再次谢谢大家 成就我能够用功念书的 的这样子的心愿 好 谢谢大家的帮忙 谢谢大家参与 嗯 我们 邀请大家跟我一起 回向 好 我有回向给你 我们这样的猫咪 就提醒我 要下课 好 那我们双手合掌 面向上 回向 愿消三丈 诸烦恼 愿得智慧 真明了 不愿醉脏 息消除 世事朝行 菩萨道 愿以今日大众共学功德 回向法界一切众生 解脱三界骨 吸发菩提心 也回向给新冠肺炎 疫情 以及世界上各种天灾 人祸的受难者和救援者 愿离难的人 早生西方极乐世界 受伤回生病的人 早日康复 救护的人员 平安五四 回向给我们身边 所有的众生 愿大家都能够 心安平安 早日成佛 欧弥陀佛 向上问讯 向祖师大的女问讯 好 大家相互问讯 谢谢大家 晚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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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 qu